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啊 是旺仔啊 聊到天南地北 聊到天涯海角 来和旺仔聊一聊 现在00后真的很爱熬夜 我也是00后 所以我也很爱熬夜 那你肯定会想问 就是你熬夜做什么 其实就是 听听歌耍中二这样 00后有各种各样的人 有各种各样的家庭 所以也就会有各种各样不同性格的人 那我今天就想要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身边的人 他们通常都在做什么 那如果感兴趣的话 请帮我点赞这个视频 订阅我 还要分享这个视频 然后你还记得打开你的小铃铛哦 第1种 游戏世界 其实我自己就是这类型的人 就是喜欢晚上三个半夜的时候 就是打王者 对 尤其是半夜啦 可以这样讲 呃 因为 就是趁没有人打扰你的时候啊 就可以特别安静下来打一个游戏 那我身边的人确实是很多 不管男女啦 就是每个人都很爱打游戏的 呃 其实游戏是真的很好玩啦 但是我觉得还是要看着来玩咯 因为我现在差不多一点就不会再打王者了 为什么咧 因为我妈妈讲 一点到三点是养肝最好的时间 所以这个时间你必须拿去睡觉 所以我就拿去睡觉 这样 我还是要跟大家讲啦 这个打游戏啊 三个半夜打游戏啊 是很伤身体的 所以大家必须要多控制一下 虽然你的游戏很好玩 开黑很好玩 聊天很好玩 但是咧 如果你不照顾你自己的身体 你不要讲开黑啊 你可能眼一黑 什么都没有了 第二类型 夜夜升格型 为什么要讲夜夜升格呢 就是 在家其实已经很难满足他们了 他们通常会和朋友一起去喝酒咯 常给咯 或者是在马路上 上演Fast and Furious 开着买V啦 开着买V或者是 跟哪里 嗯 跟哪里应该很少见了吧 现在都没有跟哪里啊 不是Proton 就是买V咯 通常这类型的人 很少会在家里啊 半夜的时候 因为他通常朋友比较多 所以通常会跟朋友一起出门咯 去玩玩这样 但我觉得最近的话 就可能要照顾身体一下 因为最近MCO嘛 警察抓得非常严 所以注意点咯 第三种 网易云型 知道什么是网易云吗 这个是最近还是很流行的 也不可以说最近还是很流行 可以说有红一段阵子 为什么这样讲呢 自行体会 自行体会 身而为人 我很抱歉 他不在对岸 我也不够勇敢 我好想爱这个世界啊 不出意外的话 五年后 我还是 十五岁 所以 你懂吗 第四种 第四种 好好工作行 这类型的人 其实在我的圈子里面 算是比较少的 这类型的人 还是有啦 有啦有啦有啦 有几个 有几个吗 可以讲没有吗 就是 我身边真是 不要少这样的人啊 对 通常啊 这类型的人 就是你们所谓那种 除非你去那种 订阅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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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等一下就转去WhatsApp那里 订阅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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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就转去WhatsApp那里 订阅啊 要不然基本上会出现的 这类型的人都会说做什么呢 他们通常 不是努力读书咧 要不然就是努力工作 对 这类型的人通常 处于一种 与世隔绝的那种 先进里面 知道啊 一定 进入了自己的世界里面 你很难再把他 从他的世界里面 带出来 基本上 这类型的人晚上 嗯 他是处于 离线状态 你知道吗 就是 就是你知道 酒店里面和那种 Do not disturb 的那种牌子 对 他就是 把那个牌子挂在了自己的景象上 对 没有人可以去打扰他 第五种 暗门睡觉醒 这类型人 我身边 肯定有这类型人 就是 早睡早起 白天累了 然后晚上就准时休息 对 这类型人活到比较佛系一点 那我身边其实 蛮少这样的人啊 为什么呢 因为 除非被他们慢慢 没收电话 没收电脑啦 要不然基本上 不这样早睡 然后他们很厉害 他们电话被没收了 过后呢 我就会躺在床上 一开始王毅云 就过着 没有收集的王毅云 就过着 没有收集的王毅云 我好想爱这个世界 那我自己本身呢 就是那种 除非自己不小心睡着 要让我也不会乖乖睡觉 那 大家也知道啦 我talk show 每次都会送大家一句话 这是老鬼缺 那就是我想跟大家说 早点休息 早点休息 对身体好 早上有工作 早上有娱乐 晚上就该过去睡觉 OK 那我最后想跟大家说 如果以上 都没有出现 你晚上做的事情的话 也可以留言在下面 那如果有出现的话 请一定要留言在下面 让我知道 诶 到底你们晚上有没有人 就是跟我身边朋友 过的是一模一样 那这个视频就到这里啦 喜欢 请记得点赞 订阅 分享 还要记得打开你们的小铃铛 那我每个星期一 都会有新的更新 大家记得来看哦 拜拜 Υπότιτλοι AUTHORWAVE 如何